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开始造型不太能接受的天空发景 这个我都是属于后上车 这都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录的 还有一个TB500 还有这个董德老哥 是吧 这就讲究了 然后那边还有其他两个配色的 它这个左轮 先听听听这个声音 它这个鲁哥LC2 这个是要弹出来 就是它是可以双轴层 快乐使我旋转 它就是可以不停转 不停转 不停转 双轴层的就是不一样 这个转的就是舒服 然后你可以 是吧 大家看这个天空发景 天空发景 我现在里面放的是一些金属壳 我现在放下来 这个它就没有双轴层 你看它最后就不会说一直转 哎呀 这个当然你是吧 把这个怎么说 这个叫什么轮啊 一放回去以后 这个声音确实是爽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 TB500 TB500它就是重一些 因为它这些都是金属的 普通版的呢 天空发景呢 这是尼龙的 就只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玩意儿 一时间想不起来 只有这个是金属的 吸引合金的 握把也是合金的 这个就是 全部都是金属 但是这个 我感觉赚的没有普通版那么爽 它就是重一点 这个就太小 太细 太细 我应该是当初 魔力方应该是iPhone57吧 然后 我觉得确实还行 就后补票 把它之前出的那些左轮 也都来了一遍 那个时候 还没有 没怎么折扣啊 现在好像它都在清货 一直在清货 清了好久了 还没清完 它就有一个沙色版的 鲁格LC2 这个就没击垂的 在这里 没有外露击垂的 好 当然它都其实是打软弹的了 这个是 五个仓位的 好 五个仓位 这个天空阀井 好 是六根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一个特别版的 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不一定 这还有一个银色版的 它其实是尼龙白色 本身跟的应该是一个蓝色的塑料物吧 它有一个单独的配件是一个银色的 然后就自己换了一下 底下一颗螺丝 你还直接套回去就可以 白色版的天空阀井 阀井应该是牟尼方出的第一个佐了 就是好评如潮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老哥给我留言 不过我当时看到它那个造型 这是不太能接受 结果后来出了一个鲁格LC2 应该是之后再出的 这个造型就蛮可以接受的 它就因为是真的是转起来 真的停不下来 战术使我旋转 旋转使我快乐 最近我准备在B站上拍一期另外一期 跟左轮没什么关系 这个确实可以 自己也没事在家转一转 星期五的晚上不回家是吧 还蛮减压的 然后退格呢 就真的是这样弹出来 要不然它很难倒得出来 那个感觉也是有的 哎呀这个左轮 就是今天这么一个五合液化 一个快速简单 哎呀快乐的分享 好可以一直拽下去 鲁格LC2还有天空发紧 好吧就这样 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